The country mouse and the city mouse 乡村老鼠和城市老鼠 从前有一天 一只乡村老鼠收到了一封 城市你的表弟发来的信 表弟要来乡下看他了 乡村老鼠住在一个农民的古仓里 生活得很简单朴素 没有花烧的食物、衣服和家具 他感到有一点点尴尬 特别担心他那时尚的表弟 可能会觉得他过得太简朴和贫穷了 对于他自己的晚餐 乡村老鼠只吃几个巷子 就很满足了 但在准备他的客人的膳食时 他非常慷慨 用一块大木头作为托盘 拿出了所有最好的美食 准备招待他的客人 他最特别的干豌豆和大豆 一块准备是新鲜的培根和一颗饱满的几乎没有损坏的葡萄干 但是这个城市来的客人躺在一堆稻草上 刷着他外套上的灰尘 用鼻子绣了绣摆在他面前的所有食物 表哥 他说 你怎么能忍受这样贫困的生活 生命很短 你必须离开这个路后的地方 跟我去城市住 并学习享受城市带给你的美妙生活 乡村老鼠被说服了 在当晚 他就跟着他的表弟进了城 他们跑进了一个富人家庭的房子 在那里 他们发现一个大聚会刚接触 还剩着许多食物 有用水晶玻璃杯装的葡萄酒 有整块的奶酪 而不仅仅是一些碎片 有香肠和曲奇饼干 蛋糕放在小小的银盘上 吃饱喝足后 窝在一个软垫上 乡村老鼠感到困倦而满足 他的肚子吃得太撑了 甚至再多喝一口水也咽不下了 没有更早到城市来生活 乡村老鼠觉得自己之前就像一个傻瓜 谢谢你 表弟 他说 你让我明白 生活原来可以如此审逆和安逸 突然 门砰的一声被打开 把他们吓得从坐垫上跳了下来 玻璃杯和盘子发出吓人的声音 盘子翻滚在地板上 食物 葡萄酒和纸巾 撒得到处都是 一个黄色的庞兰大物 划过了桌子 这个怪物 前面长着嫦娥须 另一头长着更长的尾巴 被吓坏了 这两只老鼠 猖皇逃命 惊险地从 一个打开的窗户 逃走了 那是什么 踹着出气的乡村老鼠问 他害怕地颤抖着 只是一只猫 城里的老鼠说 有些房子里有两道三只 乡村老鼠扎了扎眼 摇了摇头说 谢谢你的一片盛情表弟 他说 但是吃这一餐饭的代价 太高了 我更喜欢乡下 在那里 我不用承受这种惊吓 我的简单的食物 已经足够满足 我的需要了 在那里 全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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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保存了 谢谢观看